一声鼓励 无限祝福 1116位小学 中学 还有大传学生 透过品德奖 成绩优异奖 进步奖 品学兼优奖 还有校递奖 接受2015年此季奖助学金的肯定 一开始可能他们手头也是很紧的 奖助学金必要端就是给孩子看到一个希望 希望他们和孩子更努力 学习不需要做学习 学习不需要做学习 父母都要求很多 父母要求学习不需要学习 若果已经成功了 已经成功了 别忘了谁能帮助什么 就只要求成功了 给孩子 感恩 尊重 来 从小学到中学 这四位姐妹连续六年获得慈祭奖助学金 慈祭人的关怀与援助 对来自单亲家庭的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我当时是很担心自己的孩子 都是这么厉害 然后都是没有来自来对自己的 知道有这个词记会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都会努力去学习 如果我们再努力一点 就可以帮妈咪负担很多 我们不要往上看 我们往下看 我们是很幸福 所以我只是要求说能够拿到这一笔助学金 我已经很满足了 教育是脱贫的阶梯 实际陪伴孩子和父母跨越逆境 共同迈向希望的未来 戴新闻马来西亚马六甲综合报道